大家好,欢迎来到洋堂主故事会 曾国藩、李鸿章、袁世凯 算是清末政坛三大风云人物 之所以将这三位放到一起比较 是因为他们的生前都创建过王牌军 湘军、淮军、北洋新军 然而这三位军界巨头,虽然前半生竟欲相仿 但他们后半生的人生轨迹,却截然不同 曾公曾被后世誉为圣人 这就是因为他的人品、操守和人格魅力 均属人中龙凤 在晚清时期,我们很难见到像曾国藩这样言于律己的人 更难得的是,在清政连结的基础上 曾国藩还能在暗流涌动的官场中游刃有余 能协调好各地朝中势力的关系 正因如此,太后才会将整个王朝的军政大权交给此人手中 可想而知的是,若非曾公屡败屡仗 恐怕满清早已于太平天国事件中迎来末日 那么,曾国藩的结局是怎样的呢? 原本按照清廷的承诺 在击败太平军势力后 立下汗马功劳的曾国藩,有资格列土封疆 然而,出尔反尔的慈禧 仅赏给了曾国藩一件毫无意义的黄马卦 给了他一个所谓荣誉头衔而已 显然,这样的结果让曾国藩的部下无法接受 所幸,曾国藩与历史上那些黄袍加深的叛乱分子有天壤之别 而且,他十分的聪明 当黄马卦送到家中后 曾国藩就已意识到自己功高震主的实际 已触动了朝廷的底线 因此,曾国藩即使响应朝廷号召 主动交付了兵权,明哲保身 原本乡军之中有十万名精锐 曾国藩明智地响应朝廷,裁军八万 这才让清廷对其放了心 要知道,当时曾国藩的老部下纷纷劝主子 翻身做皇帝 用手里的枪杆子与朝廷是平等对话 对当皇帝这一点,曾国藩又比较清醒的认识 他知道自己绝不是当皇帝的料 所以,他选择了明哲保身这一条路 相比之下,李鸿章的鬼主意比曾国藩多得多 相比于曾国藩,李鸿章更像是一名投资者 怎么讲呢? 他所做的一切都是站在利益的角度上思考的 熟悉历史的朋友都知道 政坛上的李鸿章,虽然带领满清完成一系列的革新 但他却始终站在以慈禧为代表的守旧派一方 活在未来的我们知道 若非如此,李鸿章也不可能成为满清政坛的第一人 只是当时的人们对其缺乏理解 将无数骂名强加在李鸿章的身上 即便是许多现代人,也对李鸿章颇多非议 那,查资料,总结 李鸿章最令人诟病的一点 就是与张之洞东南互保,推卸了开战的责任 从当时的局面中,我们能看出 李鸿章将一切罪责是推给了统治者 其意为开战是慈禧太后的主张 与大臣毫无关联 如果战后要追究责任,与臣子无关 在这种态度中,我们就能看到 李鸿章是不折不扣的利己主义者 为了活命,他直接将自己的主子推向了风口浪尖 可令人觉得微妙的是,在八国外交官纷纷表示 不会追责后,李鸿章及时又调准矛头 表示要誓死捍卫慈禧 正是因为这种墙头草的做法 使李鸿章名利双收,赢得生前身后名 相较于前两者,袁世凯就是单纯的狠毒了 当然,他的晚年比前两位滋润的多 从能力上来看,袁世凯更像是李鸿章与曾国藩的结合体 袁世凯拥有能颠倒黑白的政治手段 又有长远的眼光和完备的战略计划 他懂得利用一切可运用的资源为自己铺平道路 所以,袁世凯前半生是满清王朝的栋梁之臣 后半生又化身为大清的头号大帝 当然,袁世凯能叱咤风云的首要原因是慈禧太后病逝 袁世凯活跃时期的统治者是龙玉和溥仪 显然,这对孤儿寡母比慈禧是好对付的多 论其袁世凯当时的境遇,与西汉末年的王莽颇有些类似 因为当时的统治阶层根本无法对其产生制约 所以,当革命之火席卷全国后 袁世凯才能悠然自得的向朝廷要着军饷 这边和革命党谈条件 可以说,这份手段古往今来仅有王莽,能与之彼尖 不过,袁世凯上位后,倒行逆施,走了一步臭棋登基成帝 以至于他一生的努力全部付诸东流,满盘皆输 但他的能力是不可否认的 今天我们讲的满清三巨头 曾国藩缺乏野心,李鸿章缺乏胆量 而袁世凯既有野心又有胆量,却缺乏大意 可以说,正是因为这三位叱咤风云的巨头各有缺失 才塑造了一段令后人铭记的晚清史 我是杨藏主,关注我,期期都精彩